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影响不大吧 关键看我们怎么调整 怎么去适应 你感觉怎么样 今天视察到好了 我昨天熬了20多个小时吧 你就是白天不能睡 是吧 快30个小时没睡觉 然后一直熬到晚上9点 然后吃了点催黑素 然后睡觉 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TI的这样之前的一个集训期 你们的训练的量大概是多少 我们大概每天打三个BO3 三个BO3这样 然后最后去看每一场录像去复盘 去看自己哪些地方打得不好 训练量算是比较大吧 那说针对训练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太多吧 因为训练赛更多的是为了赢 对没有去开发什么大招 没有去尝试一些什么古怪的英雄 你感觉现在IG的状态是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去参加TI和世界强队各路高手过招了 还是说你觉得还会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呢 过来这边我就刚才打个BO2 我觉得大家状态就是还差一点吧 对可能就因为时差 因为各种关系 新环境之类的 可能感觉比之前训练要差一些 就比国内的时候状态要稍微差一点 对但是希望这两天正赛前能调整过来吧 而且希望我们能在小组赛当中就是能够得到进步 其实这个名词还是就是慢慢的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今年过来的话 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你觉得拿到一个怎么样的目标 自己会比较满意 前三嘛 前三我觉得我应该就比较满意了 因为至少比去年要好一些 那有什么是比年轻的时候要更强一些的 可能心态上面 然后经验方面 对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 应该说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优秀的达特尔选手 在中国也有非常多的优秀的达特尔选手 然后但是你的粉丝或者说你所在的队伍的粉丝 总会是在中国的粉丝当中占掉一个很大的百分比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是什么原因 会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你 有时候会不会有点自恋的 这个比较开心的时候去理性的思考一下为什么 就我很感谢大家看得起我吧 然后可能是因为10年嘛 一个积累 然后10年的表现还不错 那个时候可能收获了比较多的粉丝 嗯 好的那这个最后咱们对粉丝说一些话吧 对支持你的人 他们因为马上就要看到你在TI上的表现了 嗯 就是 一直以来我都就是 很感谢 关心我关注我的粉丝 就是不管我拿了冠军也好 或者是被议论了 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帮我加油 帮我打气 然后在各种媒体上支持我 然后维护我 我就觉得 每次看到都是很感动的 希望大家就是 抱着观赏的心态去看比赛吧 就是 不抱有那种夺冠的心态去看的话 会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也会有一些惊喜 那作为个人来讲 我也希望你 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 能够带着笑容回到国内 离开这个西雅图回到国内 好 继续开心的玩到的 我争取今年不流一滴眼泪 最希望是拿到好成绩这样 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毕叔